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日本的實驗影片 把剛才講過的事情 做一片給你看 我們沒有這種滑輪 做這麼複雜的滑輪組啦 然後做個滑輪 這是一個定滑輪 這是你們做的實驗 給你們做的實驗類似 兩邊一樣會平衡 就表示你拉力要一樣大 你們做其實我拉力 時刻之後我要拉時刻這種力 然後呢一邊往下拉 我往下拉 兩公分上面會拉上兩公分 就是一樣 就是拉的距離一樣 這是台灣會做的最複雜滑輪組 他主要講的是動滑輪 你如果都掛十克中他就會跳他就會動他就拉下拉拉拉大力會加速度 然後這要平衡一半 二十克中你只要動十克中 這你們做的活動 就是所謂省力二分之一 但是距離要加倍 但是距離要加倍 所以告訴你說動滑輪省力二分之一 我講過這個說法是錯的 然後這種滑輪組台灣國中沒有台灣的國中沒有這種滑輪組 他這種繞把就是 這種繞把就是 一個動滑輪二分機兩個動滑輪四分機 所以四十克我只要拉十克 但是你要拉四倍距離 好就是 他做的前面的兩個就是跟各位做的實驗差不多的意思 跟各位做的實驗差不多 OK 然後就問一些不用算的問題 簡單的笨問題呀 定滑輪可以幹嘛啦 動滑輪可以幹嘛 這種這種小事情 他說你為什麼要用定滑輪 我們講過定滑輪可不可以省力 不會 那也不會省時 那幹嘛要用定滑輪 使用方便 然後 我們有升旗的旗桿上一個定滑輪 要讓國旗升上去 我的手順勢就往下拉 往下拉就跑上去 你們做的實驗 問你說兩個方向有沒有一樣 答案叫做不一樣 所以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改變了我們的方向 我往下拉東西會往上跑 東西會往上跑 好就是你們做的活動 寫了實驗報告 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下一題就更簡單 就問你用動滑輪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我們說動滑輪可以怎樣 動滑輪可以省力嘛對不對 按照參考書的錯誤的寫法叫做 一個動滑輪會省力 二分之一 所以 使用動滑輪目的 是為了怎樣 省力 OK 不用計算的簡單小問題 就問你說我為什麼要用定滑輪 定滑輪可以幹嘛 我為什麼要用動滑輪 動滑輪可以幹嘛 就這樣子 OK 有人問得嗎 沒有 英雄